今天我們就要來討論能源轉型 進一步討論到能源轉型 如何可以帶動整個社會轉型 那有時候我在想說能源是這麼重要的東西 那整個人類現在的社會文明沒有能源的話 我們大概就不能存活 那可是對於能源大家認識的又是這麼的少 有時候我想它簡直就跟愛情差不多 就是人沒有愛情不能活 可是懂的人又很少 可是需要的又這麼大 然後懂的人太少可是談的人又太多 那今天就是一個起點 就是我們從各式的民調裡面 尤其是我們今年年在找一些的時候 我們院子工程曾經做過一些民調 那裡面有些數據就發現說 其實台灣民眾的能源素養 是不太不太怎麼及格的 包括說40%的民眾會以為 台灣主要的發電方式是核能 我想現場大概都知道正確答案 然後我們就會有點激烈 就是台灣民眾的對於能源的認知 是不是那麼的令人滿意 可是我們的很多的政策 確實必須要基於這樣子錯誤的認知 這是還蠻令人很擔憂的 那另外一些事實就是大家關心空污 知道說有八成八的人知道燃煤發電 會影響空氣停止 那我想比較好的消息 跟今天的主題也很有效 另外就說我們的研究 發現說六成的受訪者 願意為能源轉型支付更高電費 更高的對 願意付出代價來帶動改變 那我想正確的知識是一切改變的起點 但是我們今天的壓軸會是風險中心團隊 第十三年推出的巨電臺灣其中暢機 能源轉型的研究報告書 那能夠希望提供大眾對能源轉型的認知 那我們媒體也希望能夠在這個整個擴散 正確認知的過程當中扮演最積極的角色 所以今天晚上的沙龍 我們就是會邀請三位講者 像是幫我教基金會的高級姑娘素美小姐 然後跟科技部的永續發展師的副長 林彤老師 還有 你就是喜歡 哦對不起 然後另外就是台大部分的東西 都跟専教授 然後跟 我們分離從MGO跟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的角度 來解讀能源轉型的意涵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所以就先請就跟専教授大人 來解讀能源轉型的意涵 我們今天應該是我們的推程 就是台灣影展機訊報告書的一個燃場 那你其實可以來參加 那我會先談一下還是談一下能源轉型的部分 那最後我還是會花點時間 就再請兩位講者 我會再講一下自己的講 那因為我的挑分也蠻多了 所以我大概有個過程比較快一點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會看台灣的基本問題 那這個就是全球現在遇到的基本問題 然後測量轉型跟 AIoT 那減碳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以後根據WAF去年的架構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議題 這幾個議題都跟能源轉型跟氣候轉型有關係 所以無大議題 就是問台灣的民眾大概 那地球限度就有不介紹 這就是全球跨國的風險 這個Nushima Eastern發散的 這個楊柳的輻射 漂到美國東岸和西岸 所以他們跟民眾講說不要害怕失語 反正失言楊柳會有輻射 失信海會有代曉心跟農藥 這是現代的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是在談卡羅迪奧斯林 二氧化碳全球遍布的 在談PMO這種問題 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 其實一個全球跨界的風險 在這個跨界的風險 我們要處理非常多的問題 那這個是幾個國際的機構 在框全球大概在社會科技 經濟環境 政治會遇到哪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沒有來自從這個架構來看 另外一個架構就除了全球跨界的風險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系統性的風險 那全球遇到哪一些系統性的風險 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跟氣候環境資本市場金融 還有社會的認同 民民的東西是有關係的關係 那這就是一個 那這張圖其實只有大概2012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應該從2000年前後全世界就進入這樣的 那我常常講的這一張民主化的話 就這是Claim 吶喊 其實在談希望我們走到一個絕境 吶喊 神經就在這裏 風險我們要進去吶喊 那現在提出一個新的九點 要叫SDG 那這個我就不講 SDG還是要重視Biosphere 重視社會在動 最後是經濟 那現在全世界倒過來是以經濟為主 那所以整個是失衡 那這裡有個隆隆的Story 剛剛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同學在這邊我們來講說 這個全世界從最基準 應該是以社會為等級 是以經濟的等級 全世界現在是以技術為等級 倒過來的 然後再藏科技 社會是放在那裡的關 所以我們現在科技部在推的 就是以人為本的科技發展 那好 這裡有一個 來 我們來看我們在東亞的位置 全球的排探 蔡南貢獻了98億噸 第一名 日本貢獻了12億噸 第五名 南韓貢獻了6億噸 第七名 這是東亞的情況 台灣沒有那麼多2.7億多噸 但是我們在人口1000萬以上的國家 因為我們人均排算大概10.8% 我們在1000萬以上因為不太明顯8%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蠻嚴峻的 我覺得人家會來幫我們 到底你們台灣怎麼樣 那這就是一個台灣的位置 那我常常在講台灣系統性的風險 就是經濟導向 然後核設經濟 核設能源 低價的經濟 低價的能源 低水價 低電價 低新 低環境支出 環境成本外部化 然後這樣假象的藍銘跟核能 我認為就是台灣一直在辯論說 能源要不要繼續延續 是一個無聊的議題 因為全世界都在談綠色的議題 全世界R100都會要求全世界的跨國大廠 都要使用在這邊 那台灣的內部已經開始被要求這個狀況 如果你的大廠 包括現在已經說回台灣 已經突破6000萬的要準備投資 今年大概有6000萬就進 要進來投資 現在今年大概到目前執行 是大概有1700多億 如果這些大廠未來進來台灣的時候 那接近人是假的 那接近人不知道有名字是誰講的 講說現在是台灣30年來最大的 結構狀況的一個機會 因為過去每年在台灣投資只有100萬 唯有現在是每年可能 到現在是說 登記已經超過6000萬 預付會再超過不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這樣的一個產業回來轉型的時候 還是在一個低價的架構底下 在一個核色能源跟核色經濟的架構底下 再講一次 低水價低電價 我們的工業電價全世界第七低 去年數據是低又低 我們的民生重電去年是第二低 這樣架構讓我們的整個 然後我們低薪 所以我們的生活產品水產是便宜 但是我們的薪水拉不到 所以台灣現在面對另外一本就是人口問題 因為高級人才不進來 因為你的薪水太低了 還有各種稅制 所以你怎麼跟東亞國家拚 就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架構就是說 我常常講核能辯論是需要的 因為能源產品一定會有這個 可是它沒有那麼重要 現在全世界都要談綠能 你不談綠能其實 No way 人家不會把訂單給你 所以進來台灣的這些東西 除了土地問題要解決之外 人才剛講 人才進不來 台灣也不能發展 但是你如果還在這樣的架構底下 你不會鼓勵研發 不會鼓勵創新 不會鼓勵高度加價值 具有競爭性的產業 你就是一個核赦經濟 持續在核赦經濟 對現在已經出問題了 所以為什麼318全運 就是很清楚的答案 那現在這幾年我想潛質的問題會更大 所以香港反送中其實不是反送中 它有很多前場過去的問題 一次爆發之外 這個地場霸權 這個框 框這個土地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大概四五年前 就我們請到香港給講 那系統風險其實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它到最後 它有非常多被先進營火的關係 非常複雜的到路子交織的關係 它到最後如果股牌的效率一產生的話 就會怎麼堆掉去 香港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看我們系統風險是什麼 昨天曾孝明教授又寫了給我一個意見 就是普悠馬浩跟利拉的騙錢是怎麼樣 普悠馬浩也是一個台灣引力風險 長期管制引力風險的一個東西 這也是系統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前天有一個新聞 台鐵有一個區間利列車開過站 然後又要倒車把ATP關掉 回邀西圍 差點又跟志祥他的追蹤 不過這是一個很習慣的文化 我當然在講說 因為上次我們這個普悠馬浩發生 我們在這邊開了一個 我們緊急開我們認為我們風險中 你還是要做一個紀錄 你在家你會把你的FPS 當然我們沒有權利關它 你會把你的FPS關掉嗎 你的家人如果在高速公里你敢關嗎 這麼一個公共文化會變難 那台灣的國家品牌是什麼 我們要看 如果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所謂 第四次工業革命 我們過去都是系統性風險 十字引力低薪低價的核色經濟 我們怎麼進到 現在我們科技部長 常常在講的創新生態系 我們怎麼樣一個創新生態系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台灣最美的是人 整個我們制度 我們的整個social critical social trust是不夠的 而且對制度 對國家 要進到一個更複雜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 我剛剛在講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的主席 Grasher 他臨近年的那種 進到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一個你要回去 損失各國的社會政治體制 到底有沒有跟民眾溝通的體制 就是民主溝通的 第二個 要跟民眾有一個討論 因為發展這樣的東西 各位看AI就好了 各位看很多基因科技就好了 就會產生social business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不做好的話 你要進入到第四公業 跟其他國家拚是有落差的 我們台灣國家的比擡是什麼 我上禮拜在國家文明完全 300多人 很多人都講了好多好聽的話 有一個人終於講說災難 還好不會打架 我們的國家形象是這樣 我們在世界產品 是不會高物價價值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國家的形象 是不好的 OK 時間關係 對 我們再組 對 那這次溫度上升 這是過去的這種主持有 就是人口 大家都知道現在 2026 2025就會進入超高的人口 合測經濟 合測體制 這都一點太可惡了 好 這一張是林環宇先生 在2014的創作 針對剛剛曼許談西方文明的 這個風險文明的納 就是他在2014的時候 林環宇根據金剛經裡面的這個 金剛經裡面想以為成功 不以為成功的概念談 我們的民眾 一般人民就是吶喊 因為整個政治社會 是被一些人所住到的 大家遇到災難都是非常厲害的 OK 好 那台灣的結構就是近視特性 長期低毛利低 低價競爭 要具備快速學習的開國模式 但正去到受到區域國家 或一定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你長期核設 經濟核設能力 你沒有研發創新的動能 所以很快就被追上 因為你的技術 那第四次工業革命 我們現在也有想要轉化 還有領形冠軍的潛力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人口 社會 環境 健康 氣候變遷 這些能源這些東西 如果不改進的話 我們系統性遲滯 系統性風險會對得越來越強 那系統性遲滯 系統性風險 包括治理轉型的風險 包括產業轉型的風險 包括社會轉型的風險 我們這些如果繼續遲滯的話 其實落差會越來越大 一個社會要進入到第四次工業革命 要進入到任何新的科技革命 社會的指示是帶不動 只會部分產業往前走 可是各位還是要去試討論 我們遲早在國際上要解決 我們很多隱形冠軍是在農田上面 這個問題 這問題已經要解決了 這不可能不解決了 一個月前的工廠管理條例 終於有一個落入條款 行政部門還在努努捏捏捏 原本不要有落入條款 我覺得這是很不遠見的事情 這沒有動不需要完成 那裡早就要做 隱形冠軍在農田污染池藍 這事情國際上不會看嗎 騙人的 這個是排碳 我也比較辛苦講 就是說國業排碳 占了台灣的大概48% 國業排碳裡面最強的就是石化業 那張給電子 這張是比較石化業的GTP的貢獻 石化業的排碳大概是17% 這是電子業的GTP貢獻 然後電子業的18% 那你如果從2017年的科技產業 白皮書來看 在研發跟利·benefit 跟利·benefit 的利潤這一塊 石化業是在哪最低的 就是石化業從1992 對不起他時間 這個 mechanical 應該從1990到這一張 應該是2017 石化業20年來 你看他被台灣拘歸貢献了都非常的低 因為它沒有刺激 在額色經濟架構底下 反正講白一點就是進口很多原油體驗乙烯 臺灣不需要這麼多乙烯的問題之外 還生產很多石油 石油賣到外國的公司去 以及那個綠綠綠綠 然後環境成本外部化產生非常多的癌症 所以健保不會垮才怪 所以我們臺灣現在主要論述在哪 工種坛的五缺 這些五缺就是 包括缺電缺勞工缺土地缺技術勞工 缺技術勞工可能是真的缺水 這些都是假意 因為你都是在核色經濟核色能源的架構底下 我講不夠快 你都在核色經濟核色能源的架構底下 你剛才會談五缺 怎麼會缺電 你電價上升 它就要找出節電的方法 對不對 那你會保護弱勢 你要設定一個條款 讓弱勢者 沒用到一定度數的電數 你就不要給它上漲 你工業用電 我記得天下還是遠見 2013就去德國採訪 德國的公司已經把能源視為很重要的生產和成本 這東西不控制好它絕對控制了成本 它寧願把這東西擠壓到那裡去 我們台灣因為長期的電價跟水價的問題 我們上禮拜我們Twitter的高級專家會那個 那個誰 蕭戴基老師就很感嘆 只會出他講個樣的話 他就很感嘆是說 他認為台灣的問題就是電價沒有上漲 電價沒有上漲 我們在上面也退不動 電價沒有上漲 我們沒有辦法演化創新 電價沒有上漲 我們的物價也不會跟著聯動 所以薪水就低 薪水就低 高階人才就進不來 高階人才進不來 我們移民政策就會受阻 我們絕對會落後 那我個人的印象是大概四年前 天下有一些cover story 談台灣 台島到新加坡去做旅館業 那 story 是這樣的 那 story 很真切 因為那時候在談 Apple或是所有的電子產品的那個 已經沒有那麼強了 所以台灣的半導體業其實沒有出力 這兩年剛好AI起來 AI又需要一些製造業的補助 所以還有希望 但是各位想想 如果到AI的時代 你還在談這個問題 這真的都是笑話 政府當然要有資 有義務要幫台商回來解決 取得土地的問題 要加速它可以建廠 因為那投資都是幾百億的 正是上千億的 但是你勞工跟electricity的price 你這個東西 你不把它做一個結構性的調整 你永遠都是用低價政策 即使就是會鼓勵 沒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而來 對這個東西我們可能要把關得非常嚴謹 所以我常常在講 我們這邊到這邊 我說我們上個四十歲以上的人 上個五十歲以上的人 對底下 低於四十歲以下的人負責 因為這是我們長期提供的 台灣基因Carbon 那種生產模式在第1980年代 就是核射經濟核射能源 所以那個是有用的 現在是沒有用的 這套準則是沒有用的 那這個架構底下 就會讓台灣很缺乏所謂的哈佛美大學的事 所以這個架構就是 這張圖在什麼 我們東京統計出來 全台灣時大的 二十七里排放裡面有時代 簡單來講 四大就是排水平台 然後這個DSMC也是集中了一個 因為電子業耗電 另外一個統計是 電子業的耗電 上禮拜預測品也講 電子業耗電 其實已經越來越高 超過台灣很重要的耗電量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解決 我們曾經有一個推想 能不能把十萬耗業的用電 弄到電子業用電 那台灣其實有一個危機 如果我們的出口外銷 都集中在電子業 這也是一個大危機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些產業裡面 只有DSMC去簽這個TCMP 就碳接肉 那我們上次在高階的時候 也有一個執行長講說 上一個月 應該是上上一個月 在桃園某個企業 就是葡萄網 他們在古東的法輪結束會 有一個外資代表 就是一個講說 你們有沒有簽這個東西 你們有沒有做碳接肉 外資會問得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你們有沒有看接肉 第二個你們有沒有看接肉 第二個你們有沒有那個利用綠店 剛剛這幾家之後才是店有錢 全家人現在只有15家有錢 包括台客大 這些東西 那當然也有一些進步 所以我在講是說 如果從這個架構來看 時間跟constructs來看 我們如果繼續走 綠色 核色經濟的society的話 我們會比國際的low carbon contact society 越來越遠 那我認為 我最近的體財是 認為全世界現在最重要的兩個趨勢 一個是AIoT 一個是carot 一個是carot 這兩個例子最上位 比像你說老人 什麼什麼 都是比較更下位 這兩個都國際非常重視 減碳跟AIoT 絕對是一個大的趨勢 那我們還在這邊成長的話 跟這個時間 這個就會越拉越大 我們經濟一定 越來越low 那時間關係 我這麼講 這個都不要講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中間在框這些東西 都有一些思考 這種sdg 好 那這個就在講 the warning 整體負體 大家可以上網 就Google TWA205 他們去框 這個sdg有16個目標 太多了 他們去年7月就框 另外出了一個文獻 就說框 應該針對這六大意義 所以給它數位 那數位可以解決 智慧、食物、教育 都是去探望能源的東西 好 那我們行政業也一樣化了 然後就針對這個地框 好 那我現在講創新生大意義 我們過去的模式就是 科學跟產業做的就是創新生大意義 那科學為大 產業為大 社會跟媒體不在一起 真正的創新生大意義 是以人為本的東西 科學是在這裡的地方 這裡面需要很多辯論師 所以今年7月 他們去年出了這個重要報告 今年出的第二份報告 就在談 根據這個timing的時候 time period的時候 這個AIoT怎麼去解決 怎麼去解決這個sdg所遇到的問題 各位可以有興趣看 你們就上PWR2050 他就會有這些東西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在這個brown economy 遇到的問題 跟local economy 的問題 local economy 必要有high social code 全盤的社會 跟social learning 跟素養的問題 剛剛能源素養的問題 知道怎麼發展 那我們的核設經濟 包括我們政府 就是很難得解釋 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們要做什麼 都是需要政策溝通 要科技溝通 為什麼這麼多民眾 還搞不懂我們的能源的來源 所以Velic Fudon去說 叫做entremier public contentment 社會的共識 包括現在要做的念頭 你社會共識怎樣做 現在還沒有達到一個很長的社會共識 你們去問德國人 我想那個聯邦記者 他們上個月 有幾位到德國去訪問 他們隨便抓一個路人來問 就是說我還是很知情的念頭 雖然天下很高 那德國還是有能源貧窮的問題 這個不可貴 所以我們台灣大概就是說 這就是下一個我要講的 我先剩幾分鐘 一分鐘 好 OK 德國很重要的是 他們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他們在201出版的這一份 叫做 我已經曾經選擇 Social Concept 國產 什麼第二題 他的主席 當時創辦的主席 他的其中主席 Shené Hugo 上上禮拜 剛好 9月10號 11號剛好來台灣 他2010年來台灣也見了馬總統 那這次準確到前進任務副總統 他們出版了這個 這份影片他們就在談 德國怎麼面對能源問題 到2010年都市利用 土地利用 還有整個價值問題 所以他們一直見過說 要Transformation Research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西部代表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深度 簡單國際針對推估 要怎麼 我們中心就是根據這個 WBGU出版2010這份重要 他們每年都會出版一個報告書 我們是根據這個 我們也在今年 我們也是做了兩三年 我們要出版一個大概就是400頁的台灣名產經訊 也是PWI 我們台灣名產經訊 哪一年 我們也沒有寫2010 我們在國際上PW2010 那大家就麻煩大家 那我認為台灣還是可以對全世界做貢獻 地方 地方的任性 智慧 到了台灣整個國家 對亞洲的貢獻 對全世界的貢獻 我們台灣曾起而始 我們台灣是可以很驕傲的 那現在因為這樣 核色能源 核色經濟架過多了 那政治決策者都要向日本人家屈服 所以要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最大的力量就是來收受科學 來跟社會共識 所以我還是回到一個地方 就是我要出版的一個大的範圍 我要回到一個地方 台灣現在還要辯論核能要不要用 其實是一個問題 沒有那麼重要的例題 雖然是需要討論 但是台灣真的要去看 我們前面要去去動態政 因為我們的能源轉型其實已經連動十字 真的是非常有各種方法 那我們有各種推估 因為我現在很討論 那我大概先講到這邊好不好 好 那因為你從事長給我再多一分鐘 我自己就幫你多一分鐘 OK 所以我們設定了Low Target Middle Target High Target Low Target跟Middle Target Low Target就是Middle Target Low Target就是2025的時候 然後我們根據環保署 遞給國際的國家實驗減量報告 NPC 我們要減碳百分之10 2030的時候 我們要減碳百分之20 這其實是沒有什麼挑戰性的 我們High Target 各位不要認為這是消化 很多城市包括哥本阿根 都已經全日到20302030 全個城市不排斷 這個人家是有一個願景的社會 有一個願景的國家 那各位也不要感嘆 從我唸書的時候 你請問我看1999 每天都在看芬蘭多偉大 德國多偉大 丹麥多偉大 現在天下的重屬還是在談 誰多偉大 20幾年 臺灣人不偉大嗎 臺灣人不可以放到世界的貢獻嗎 可以啊 臺灣人這麼聰明 這麼有韌性 這麼有彈性 對不對 被斷了兩個國家也不會哀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 這是臺灣人的韌性 我認為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願景的目標 目標要拉高一點 所以希望我們出版我們金的報告書 你能夠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還是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從2011其實行政院的刻骨組就講了 臺灣要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簡單來講就是要從這樣的 合攝跟資料代工模式 做產業前來的品牌的架構 要做這個很辛苦 絕對很辛苦 可是你越早起動 你遇到問題越來越大 你怎麼讓有趣的東西 真的在臺灣發生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的一個願景 那我們的民眾的願景 其實跟任何朝代的政府治理都是有嚴重的 各位如果去看那個社會 我們民眾從1980年代 早就是說環境應該要優先於經濟發展 可是每次遇到這個東西 它所有的政府 誰執政都一樣 變價就是no topic 變價不要談 這個就是很多問題 因為變價不談 我們的世衛電網也堅定不起來 世衛電網堅定不起來 當我們的最後一句話 當我們的國際大廠 人家會要求你用真正綠電的時候 你沒有世衛電網 那是很難的 國際上都會看 所以影響非常的巨大 我覺得就是這個腦袋真的要壞 我大概就講到這邊 就謝謝各位 那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東西 所以就事故就不要講 那我覺得就是治理要轉型 社會要轉型 產業要轉型 我們已經嚴重的帶貨 嚴重的持續 這大概是台灣還面對的很面對問題 那台灣真的很符合系統工學的概念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周老師 周老師畢生功力要在這十分鐘裡面講完 真的是也太難為他了 那從我們台灣的低價文化 不論是水價變價到 動物福利要談的 我們淡價也都一直沒有上升 然後影響到一連串的後補 這個真的是 你就會有感覺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是簡單解決的 任何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不過就是因為他難以解決 所以我們今天才要必須要坐在這裡 我們必須要建立社會共識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楊淑美高級顧問 為我們談一談他多年來 推動能源轉型當中 要如何建立社會公識 在媒體上面應該有再怎麼樣的感進 督促我們的感進 謝謝歡迎楊淑美作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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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林老師 在場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我是1962年出生的 這裡頭比我年紀大的舉手 謝謝您 這是不對的你知道嗎 其實我不應該 我不應該在這時候來講這個東西 我不應該來講能源轉型 我不應該來講身為轉型 這就是一個新的 所以不應該由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談 我這個年紀的人應該做得像你聽 因為這是一個改變 這是一個創新 這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對我這個年紀以上的人來說 我們是需要被討厭的東西 按理講年紀的一代應該會有更多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我今天來 那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是有一點扭曲的 前兩天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網站上分享了一則新聞 其實之前就有了 他又分享 那個新聞是一個研究 說喜歡做家事的男人 越喜歡做家事的男人 智商越高 然後他就tack他先生 他說你趕快看 那你覺得他先人回到什麼 你覺得他先人回到什麼 沒有智慧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想 如果你是他先生 你又怎麼回 我這個朋友 是台灣做最深能源的女老闆 很有名的一個女老闆 他先回了一句話 他先說 果然 網路上的假新聞真多啊 我們的社會 其實我很 剛剛玉芳講到那個 我自己本身也是媒體出身的 我在我的這份工作前的一個工作 我做了15年的記者 然後我15年之後呢 我又做了15年的工作 再批判我前15年的工作 好 所以呢 我今天的題目 在怎麼樣在做社會公事的時候 我今天的題目用的是 能源整形的一個路上的一些障礙 我特別針對我所熟悉的那個領域 媒體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這也是大家 不管媒體形式什麼樣 在過去可能一開始的報紙 再後來電視 現在的網路 以及各種的社區媒體 都是媒體 媒體在我們的社會中 佔了好大一部分 它影響了我們很大的部分 那麼 能源轉型這裡頭 剛剛含到的社會共識 社會共識裡頭很大的一部分 是來自於訊息的溝通 訊息的教育 可是呢我們就在這樣一個路上 偏偏就碰到了很多不同的假新聞 或不同的刻意扭曲的東西 比方說我就跟大家做了一點整理 一個呢是只講半套的訊息 我想之前大家可能也有看到這則新聞 就是BBC的記者發了一篇文章說 這個SF6 叫什麼 六核化硫 它呢 是在這個能源使用裡頭的 就叫做 這個 Thirty Secret 那這個呢 比這個二氧化碳呢 它的溫室氣體的這個危害更大 然後這個記者大概第一次知道這個氣體 這個記者 BBC的記者大概第一次知道這個氣體 然後呢 配的圖都是再生能源的東西 他說你再生能源越多 那會使用到這個六核化硫 SF6 就越多 所以呢 這個 感覺 就 再生能源越多 就反而助長了這個溫室氣體 的這個 增加 那這個SF6 它的作用是作為絕緣 就是我們很多的那個 在做這些電氣設備的這個接頭的地方啊 轉換線的地方啊 就會用到這種這個氣體 這是一個絕緣的體 好 那 台灣的媒體當然就趕快發了那種新聞吧 BBC的新聞呢 對不對 BBC發的消息 台灣的媒體也都發了喔 配的圖也都是再生能源 好像就說再生能源 就助長了這種溫室氣體 最妙的是 官方也沒有說法 其他人沒有說法 但是有一些 團體 他就把一些 反正拿出來 就包括說呢 欸 這個呢 其實呢 在英國 他在他的溫室氣體裡頭 只佔了0.11% 也就是說他的量是很少的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報導是說 這個呢 其實 是可以解決的 他可以怎麼樣解決 這個氣體是可以回收使用的 而且呢 現在各種絕緣也有取代的物質 但是呢我們的媒體呢 BBC的記者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下去寫這個東西 不知道 當然有人質疑他的背景 有人說他的家裡的家裡是做這個 法式產業的這種相關的 法式燃料相關的 那 可是我們媒體呢 就只會 根據BBC的新聞做的翻譯 他也不去看 不去看這個全球在這項氣體的管制是什麼樣子 不去看台灣目前對於這個東西的管理是什麼樣子 那 這個是台大的這個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所做的非常漂亮的圖 這個 這個 2016年台灣溫室氣體排放的狀況 台灣從很早就開始做溫室氣體的管理 各種溫室氣體的管制 所以他是有數量的 有數量可以看的 然後這個 我們的六幅化流 我們是佔我們總體的溫室氣體排放的0.37% 剛剛大家還記得UK英國是多少嗎 0.11% 那我們還是高一點 但是就我們總量上來說 他也是少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排放的趨勢 是逐年在減少的 也就是說這個溫室氣體的管理 從1999年我們在這個 有這個排放清澈整理以後 1999年到現在 他其實是在減少的 那當然 剛開始前面是一個能 能源使用比較少的時候 所以你使用這個請當也少 但是你看我們從這個 我們最高峰是在2004年的時候 然後底下就逐年減少了 所以他已經比之前的最高峰的時候 2004年已經減少了79% 所以 那台灣的這整個的情況 這是 所以我們看到訊息 通常只看到半套 講半套的 媒體他不會 在陸續就這個 如果你真覺得這新聞是重要的 那你就應該去看 你國家對這個氣體的管理 是什麼樣的情況 可是我們媒體現在他就幾個半套 只講半套 那我們觀眾呢 我們聽眾呢 我們讀者呢 我們就只看到報紙上有的這個東西 除非你是很有心的人 你會再去找相關的資料 要不然你就看到這樣 然後那個錯誤的訊息 就讓在那裡 你就說 哦 這個 再多的 再生能源 因為你更多的頭 更多的接頭 因為再生能源 特別是以光電或以這個風來講 我們像講的都是分散式的嘛 對不對 所以分散式的 他當然就更多需要去 去銜接的那些地方 更需要用更多的絕緣體 好 剛剛講的是 講半套的 他有一些更可怕的是 是假的新聞 假的新聞 那假的新聞 勢必就會有一些 有目的性的 為什麼會有這些假新聞出來 那 根據這個研究是說 假新聞的研究說 同溫層越厚 你越容易受假新聞的吸引 這就要什麼意思 如果你有一個很大的 Line的群組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些經驗 你Line的群組裡頭 經常會有人 一個訊息就趕快發出來了 我自己的經驗是 有一些東西 你最容易馬上轉發 不太多思考 就馬上轉發出去 就是健康的啦 對不對 飲食的啦 然後呢 這個 會有危害性的 你都會 我們都會 與人為善 覺得 我不要去碰到這種事情 我也要告我的朋友 不要碰到這種事情 所以就趕快傳出去了 最經典的有兩件事 一個是 就是 邪詢兒童 有沒有 然後我朋友經常就是 那小孩在哪裡走失 就把那訊息傳出去了 那我就記得我 十幾年級 在做記者的時候 就看到這些新聞啊 怎麼這些新聞 還是又出來呢 所以我馬上去Google 然後馬上確定 那些新聞是舊的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們說 這是十幾年級的新聞 這小孩現在大概二十幾歲了 已經不是走失時候的那種五六歲 可是這樣的訊息 為什麼我會馬上傳出去 我們不是樂意的啊 我們都是與人為善 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件 很可憐的事情 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的事情 我們會願意去做 可是我們會少了 查證這件事情 我們會少了去查證這部分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選組裡頭 又有人發這個東西給你的時候 你可以學我 就是在Google上面 先打一下這個keywords 主要的字 然後就網路謠言這樣 然後你馬上就出來了 一堆告訴你這些是假的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查證方式 可是我們通常不會這樣做 另外就是關於健康醫療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樣兩類似乎就是這樣 我們都不願意自己受傷害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朋友受傷害 所以我們馬上就把訊息傳出去 不然是這樣 沒有查證的時候傳出去 那麼關於能源轉型裡頭 有很多的假新聞 這是去年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整理出來 去年他們整理了十大的假新聞 那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查證的 比方說製造太陽能板很耗能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種說法吧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太陽能這個它不排泰 可是在製造這太能面板的時候就很耗能嗎 那我會建議大家以後看到這種類似這種東西 你就打一個網路上Google 叫做太陽能543 太陽能543裡頭就一個網頁裡頭 它就匯整了各種的有關於太陽能的資訊 你就會看到到時真的還假 你要說製造太陽能很耗能 因為製造太陽能你也需要用到其他的電嘛對不對 除非它就是用濾電來生產 那不是用濾電來生產它就是用電 OK 那它裏頭有算過 它一個叫做Energy Payback Time 什麼時候你的能力你使用的耗能力 所使用的能量能夠回本 然後能夠產生更多的這個效益 在台灣以台灣的日照 然後以這個台灣太陽能面板的效率 現在平均1到1.2年 1到1.2年 它就回本了 它所用的所耗的電 就已經跟它所產生的電這個平衡了 之後每一年它都是多增加的產電 所以像這樣的資訊 我們其實如果我們沒有查資料 我們是很容易就 人家這樣一逼你就 牙口無言說不下去了 就覺得好像也對 可是像這樣類似很多的東西 都是在我們這樣在談能源發展 能源轉型或者是剛剛這個主任提到的說 他們就是要發展綠能嘛 他們現在就是需要更快速的 可是在台灣更快速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股力量一直在讓我們拉回去 那股力量就是種種對於再生能源的 這個負面的訊息 那這些是我們在將來在溝通 或者在媒體傳播裡頭需要加強的 當然也是我們自己需要加強的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可以作為杜絕這些遙遠 謠言的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控制的關卡 所以前陣子也是在網路上 也是有一些激進的 以發展 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前提的人 就在網路上批說亞馬遜大火是假新聞 他說亞馬遜每年都有大火啊 今年大火為什麼特別需要去看呢 生命本來就有自然自己燃燒自然的這樣的一個可能 而且這是這個土地生物自己在這個 重生的一種現象 那你今年看到網路上傳那些照片 有一些是去年代 有一些是以前的 根本不是真的 那有人就問我說 那真的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關系這個 亞馬遜的這個大火 那我就說 你要辨別是不是假新聞 其實是有能力來做的 比方說 他們認為亞馬遜的這個大火是假新聞 他的利潤是這樣子 全世界很多大媒體也報導這件事 各國也屬不盡的人在談這件事 但是我們查明引述的照片 發現來源都是過時的偽造的 而報導的說法也都含混息詞 行動詞帶過 那如果這件事像他們真的 那麼是第九之輩 而且目前大火 這些不可能用假資料 所以這件事不是他們說的 就是他們的利潤喔 因為他有照片是假的 那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他為什麼要用假的資料呢 所以這件事不是真的 這邏輯也是蠻奇怪的 但是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雖然有 有照片不是現在的 不是今年的 可是難道沒有今年的照片嗎 如果我們在開始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第一步應該是去找 那麼哪裡有今年的照片 好 那我們就去看啊 衛星照片有哪些 美國的衛星照片有哪些 國際衛星照片有哪些 國際衛星照片有哪些 那這些都看出來 在亞馬遜大火 然後呢 這是這個路透社的 原住民區域的 這個雨林的空拍圖 也是有大火 也是確實 確實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是這個 大火的情況 你看得出來 那麼筆直的一條裡頭 一邊燒毀 一邊沒有燒毀 大自然的火不會燒得這麼乾淨的 不會很整齊的燒出一條線來 這一邊全部都燒得乾乾淨 這邊都沒有 這只有人為的砍伐 人為的縱火才會做成這樣 那麼人文的縱火是為什麼 經濟開發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各種的假新聞出現 會有這種情況 那麼還有一個部分 也在影響我們做能源轉型的 這個或者說社會轉型的 就是你碰到不想改變的人怎麼辦呢 在這個SDG的第13項 是這個Mari-Ash 現在有行動 有行動就表示 你必須要為你的現在未來做一些改變 因為你要做一些改變 你如果跟現代的時間就沒有改變了 但如果是要有氣候形象 氣候行動 你勢必要做一些改變 比方說你過期末程 你過去開車 你現在可能要改用大眾運輸中 運輸工具 可是那大眾運輸工具不就在你們家門口 你可能要走一段路 你才到不了車站 你願不願意改變 你願不願意從過去很簡單 我摩托車一起就出去了 改成說我可能要走五分鐘走十分鐘到那個站去 或者是我騎腳踏車當那個站附近去 我搭交通工具 就是要改變 可是有很多人不願意改變 然後根據這個 這是中醫院這個蕭先生老師所做的一個民調 不願意改變的人 他說 請問你願不願意配合加稅來節能減碳保護台灣環境 很大比例不願意 很大比例不願意 只有你願意配合漲價來節能減碳保護台灣環境 不願意的也很高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不願意改變 不願意做現在 以現在生活裡頭 或增加增加你經費 增加你這個值得的人來做改變 我們怎麼樣離開我們同文層 去把一些訊息傳遞給他們 今天大家來這裡 其實我一方面很高興 一方面又很傷心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是熟面孔 我本次開玩笑 跟我的那個協會的這個朋友們說 唉 你們再多聽幾次 你們都快成專家了 可是我們要傳出去的訊息 還是沒傳出去 我們怎樣把我們的訊息傳出去 因為時間關係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我可以思考的 不要告訴他們太多 或者是說 告訴他們一些 你不這樣做 這地球會怎樣的壞處 可是人們對於壞處 有時候我們會 就是駝鳥一樣 我們之前不要看到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告訴他有什麼好處 他可能會願意採取行動 如果你告訴他說 你家太陽能面板 你投資太陽能面板 比你定存還要好 你可能會考慮 所以你怎麼樣讓不願意改變的人 他發現有好處在能源轉型裡面 他願意採取行動來做改變 我想這是一個我們將來可以考慮 可以來研究的方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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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其實我剛剛從聽到 我就會覺得有感想 就是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 有關於氣候變遷或是減碳的東西 是牽涉到科學門檻的 這個東西連記者本身都需要在教育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深思檢討的 那也很高興台灣星星科技中心 能夠及時給我們一些正確消息 幸好我也在出租裡面 我也收到了也被教育到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我想說在自媒體的時代 就查證這件事情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就是當我們收到一些訊息 你覺得在你要轉發出去之前 或許我們都應該提醒自己 那小型是正確的嗎 這是不是我的同溫成台後 我不已由他而轉出去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好我們剛剛要記得一個關鍵字 就是太陽濃武期三 如果我們以後 當我們有所疑慮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一些可相信的網站 去做一些基本的查證 那 我也在提供 不好意思再多 我提供一下剛剛呼應一下 剛剛須媒體老師 先須媒體做的 就是台灣民眾 對於友善環境跟減碳的行為 最容易做的是 根據張大教授須媒體 教授做的研究說 我們還是出於自力 有關於垃圾分類回收跟節能 這是跟省錢的方式 只要是省錢的 我們都很樂意去做 但是只要對你生活帶來不便的 比如說你要單車帶鋪啊 你要自備外食餐具 跟少吃肉類 這種會讓你引起不便 會讓你不吹冷氣 或很熱 這種東西是 接受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要如何來轉變 啟動這個社會轉型 是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我們要必須 靠各位聰明的頭腦 一起來想想辦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到佩慎教授領老師幫我們 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幫我們做一些說明 謝謝 我沒有通訊片 就是沒有通訊片 完全是因為我的失誤 然後我的電腦放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一直有它的插件 就我根本沒有在到辦公室的插件 它又是個新的電腦 找不到轉接口 所以也給我一個 我就覺得那也不錯啊 就是我們面對現實 對不對 我們就 我就用小超來帶電腦影片 但是對我來講 對很多人來講已經是一個挑戰 因為有頭影片的話 上面的影片如果很漂亮 你就會忘記一下我講什麼 那現在沒有影片 只好大家認真聽我講 我想 我去做過類似的演講 不管在什麼地方有相當多了 其實很多地方 兩位前面的演員 我們都已經有很多人介紹 數據啦 還有就是外務成本啦 還有就是我的經濟結構 這些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那我還能講什麼 我嘗試去講一個 長期來的觀察出來的 我們一些比較 fundamental 的 fact bact 就是因素 就是我們自己 屬於自己的因素 就是我在一件文章裡面講到 台灣經濟發展的 台灣運輸性的問題 就是說它很難去成長 它背後其實缺人的東西 那我覺得大家都談到 我們就整個社會轉型 或者是在不同的轉型裡面 都停滯了 但是停滯背後 有它的一些原因在 就是我們結構上的 自己文化上的原因 但這談情度很多 我會把tops 在整個搭配科技的看法 那剛剛那個主持人也不曉得說 我是在 目前在介教到科技部去 所以我回來這裡 我就覺得我很自然自在 所以我也不曉得 就是今天所講的話 完全跟科技部沒有關係 不過很多的連結是很難割掉的 就是我待會稍微提一下 像科技部有趣學門裡面 目前這個能力在做的事情 跟這個有連結 好 我就開始 玩笑控制時間 要不然我還是可以講很久 第一個是 我先問一個問題 大家認為科技是中立的嗎 這句話很多人講的對不對 如果你認為是 科學好了 科學是中立的 如果這樣上位 怎麼上位 你認為它中立的 請舉手 那 好 那不是中立的選舉手 OK 來這邊的人 你覺得不是中立的 你叫做 還有人生的 文修老師在後面 還有SPS 這個當然是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去阿俊說 一個技術 或者是科學的內涵 也就是摩托地域 它不可能 不中立 所以中立的意思 其實在我們南台講 常常是一個價值上的選擇 也就是說你是獨立於價值權 也就是外 這個概念 對不對 它描述的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個事實而已 可是你看科技整個發展 包括拿現在來好 你看各國科技的發展 甚至看歷史上科技的發展 每個國家其實都會強調 它的發展的特色都會不一樣 比如像我們一樣在德國的話 它的科技的發展 它的發揮 就是我換鏡頭 對不對 然後在美國的話 去的 新的這個IC 或者新的這個物理 只是一天在 它本身的接觸是在發 它的 它的重量是很大 你看它每個地方 那在台灣呢 台灣的話 主要的高速器 其實就是有一堆 我買一個 大量的 一排人 在紡織工廠能力做事 有兩百人以前 在工業革命 不是出現 那時候大家還來做 那我會用另外一張主 大家會去想像看看 就是 杜茲康也是排了很大多產房 那這兩個 運作牛市其實是一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每一個地方所生產 所產生的這個技術 或者是科技 或者是它去期待 去做的這個科學 會因為它這個社會不一樣 它的價值觀點不一樣 有所不同的形式 我們稱呼的就是 society shape 會 shape 形式成什麼樣的一個 科學的樣態 所以也許流動地律 在某些地方 它是會發生在英國 它是在坡州裡面產生 它到這邊 我們還會這樣 可是一個國家 它會投多少資源 去選擇一個它感興趣的 或者它覺得它有用 這個背後的driving force 事實上不一樣 所以 姑且不論在認識上 就是科學本身的 這些知識 是所謂的動力 但就科學本身的發展 或者科技本身的發展 它是深深受到 你這個社會的下屬觀 社會的行為模式 甚至跟社會的這個 形上的觀念 你對整個大自然的觀念 有所差別 所以好像流動地律 當時事實上是自然神學 它事實上是神學 所以它相信 最後有一個路在 一個宇宙的規律存在 那你如果不相信一個 宇宙規律存在 你就不會這樣做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強的轉身層 當我們在面臨科技問題 在討論的時候 它變成是一個非常強的 因為它是專利 它是一定程度功利 更有權威的 所以它事實上在面對 很多複雜的社會討論的時候 科學家就變成是比較有好處 就是比較有權威 甚至是比較有威權的 所以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我們就看何事 之前開始的討論 都是大部分請和公務專家 可能日文忘掉 其實還有很多 比如包括 其實是地震 我們最近在跟我們 一些科技部的朋友 事實上地震很深 應該是決定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這裡沒有算成 所以考慮的時候 我們很少去討論這個 我們都討論 何能到底是安全 所以它是一個客觀的問題而已 那這個東西就會決定你的選擇 也就是說 你對科技的考考 會決定你的選擇 如果你認為科技本身的發展 跟你的家族沒有關係 那你就會一定程度 一個威權本身的 跟叫做一般常識 人間的一個很大的 一個障礙 或者是一個gap在這裡面 那我舉幾個例子 就是說 這就是思想要的 所以在怎麼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在怎麼樣的一個形態裡面 它就會長出不一樣的科學出來 像我們講說 德國本身 它 我自己也是有的 它的材料本身 它就非常強 跟它的歷史有關係 跟它整個社會有關係 跟它的經濟有關係 尤其是像化學材料本身 跟它製料本身 有關係 進一步 科技整個發展 很多的發展 跟你的這個社會 怎麼要去看人的價格 也有關係 大家都喜歡談到4.0嗎 4.0本身 大家一談到 其實談到會跟自動化 不見得非常清楚的分別 4.0跟自動化有什麼差別的 也都是自動 因為更自動 它連去下班什麼之類的 跟連結這個消費等之類的 它都一樣可以 可以完全在一個系統裡面做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你的生產線 因為Customer需要什麼 完全非常動態的去做調整 所以這樣一個概念 對我們來說 它跟自動化也有什麼樣的差別 然後自動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降低生產成本 降低生產成本 就是就可以排掉很多人了 那怎麼辦 那就是 所以自動化本身 好像背後就是 真的一個社會非常強的 一個很大的失業力 或者是降低 增加這個產業本身的獲利 但是降低它生產成本 這樣一個概念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其實你們去看一下 早期工業視點 工業視點其實是德國那時候 他們整個去反省他們的工業經過 他們也同樣面臨了 就是第四波的革命 就是說他們自動化以後 他們已經很多的 因為他們工業越來越重要 它有很多外語 因為外語的事實上 它一定程度的達到 那個技術本身的 競爭力的高點 就跟台灣一樣 現在很多台灣 沒有流出去了 它就必須付出台灣 一定相對於 當時跟中國 要高的薪資 所以它必須要做研發 因為它成本就比較高 人力也會比較高 所以在這裡面 所以人力的成本本身 或者你怎麼樣去看 勞動權益這件事情 會一定塑造你的工業生產其他 那工業視點 你如果繼續看 一樣發 這個畫面怎麼進去 我再把這個表現 它事實上 當時才有一句話 我稍微互助一下 他們也有社會學家去研究 怎麼工業視點 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政府在做一個 該難 非常清楚的一個 引導的崗位的時候 你說工業視點 要重新去拾起 人跟機器之間 人站在一個比較不重的 礦罩和工作的成就感的關係 也就是說 它所需要的人 一個工廠 或者技術人員 在這個工廠他做事 這個機器本身 他就必須可以通過人機協助 減掉你事實上 在勞力上 在危險上的機率 讓你能夠在比較充裕的 這個體力跟腦力的範圍之內 去創造更好的這個環境 我這樣講 技術是一定程度精確 描述到它的價值 所以在這個背後 它會通過這個價值 去把精力放在 製造一個 可以跟人一起合作的 這個機器 那你知道跟機器 人跟機器合作 最大問題是什麼 人跟機器 如果一台很大機器 你就可以安心的跟它合作 那你擔心的是什麼 對 就是安全 就是比如說我要抓一個東西 你如果小心就被它停 就被它 就跟大小的比之外 你壓一條條都死掉 那或者是它轉型的東西 那你手不小心放在那邊 你不能用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些事情 我們怎麼辦 就一個covalu 就是說你很重視 人本身 在這個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很好 但是你會希望有人機協作 那我們會常去做什麼 我們會怎麼去 產生了一個價值觀 怎麼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機器的改變 它就去發展某種技術 我可以 你可以說一下 什麼樣的技術它會發展 你跟它做在一起 你跟它跟機器在一起 AI是另外一個 long story 你第一個 第一個要發展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簡單的技術 不是簡單的技術 不是簡單的技術 是單的重要觀念技術 什麼 瞬間技術 瞬間技術 但是我怎麼知道 要瞬間技術 感知嗎 它要 而且我要非常敏感的感知 而且它可以去判斷 我是這樣鑽一口進去 是鑽到鐵 還是鑽到油的手 那這種感知的這個sensitivity 它的敏感度 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它的技術 那這家公司其實 就非常重要 你會Google一下 就是人機合作 非常 非常智慧型的這個工作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 你才有辦法去創造一個空間 因為你尊重這個人 你尊重這個人 很安全 所以你可以通過 這樣就發展出一個特色的技術 那這個事實上是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covary dreaming的 一個技術科技產生 第二個例子 事實上是風車 風車的發展 風車的發展 你今天會覺得丹麥很厲害 然後 德國是後期之秀 它在 這兩件 兩個例子 其實都是跟你的covary的關係 丹麥在發展 風車大概已經有八年一代 那時候他們針對的是 他們有 丹麥雖然國土不大 但是它還是有很多小島 那些小島本色 它事實上也需要墊 或者比較偏僻的 迷你去增弱 那那些很多店 他希望通過 要把我們就說中央生產 然後再把店鎖到裡面去 那當時他為了 可能為了是說 我如果要 那一斤的本質起附人家 那他們嘗試去做什麼 嘗試去做小型的風車 有時候風車本來就想做小型的風車 但通過小型的風車 它慢慢去發展 合作社 就是合作的經濟的模式 也就是說 它去尊重 每一個地方使用這個 這個 這個風 這個店的權利 但是它不把它當作 是我自己要 賺錢的一個產業 台灣現在目前不斷地強調 最乎台灣大法的信心就是說 我們是一定 所以我們是要 一定成為一個產業 它一方面是事實沒有錯 可是你動心起念就出了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是 應該是扣對 這裡面也兩面當然很細長 當然做一些變證 但是 你從那個 丹麥的一個 一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 從1989 他說配爾怎麼做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沒有讓大型的廠商 直接進去 因為你在做一個 市場上的競爭的時候 你如果通過 經濟本身的 完全經濟的模式 而你沒有通過一個 比較適當的經濟模式 事實上就會 發風向 你在苗裡 我蓋的風車 非常大 我晚上睡不著覺 老阿嬤睡不著覺 但是我的車 我這個風車的店 要誰可以用 要北宋給海西店用 所以 你所 所用的科技 跟你所生產的這些能源 如果不是給你們 或給我們 自己來用 那他就覺得 這件事情 跟我沒有現身力 來關心 所以在 丹麥的早期的發展當中 他讓這個 合作的事 是這個威力學人 會參加 所以他不需要 蓋你大 他只要我夠用就好 那他又可以套到 一個屬於一個就業 他只需要聘一個 兩個 或者三個 那個技術人 去付出 所以他一定形成一個 這個很小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小的模式 可是他最重要的drive是什麼 因為你休久了休久 你就慢慢的技術業也好 所以你到處到處都 有很對風車本身的一個人潭 然後慢慢的國家 開始要放大去降低 比如說決定他不要活人的時候 他們開始在思考 應該把他規模掛 所以規模的話 你知道1990年 就是8 1.2千年以後 那方式就是類似上 現在回路到頭 不過我就講 到底當中 所以你通過這種方式 你是堂次可以去 形成一個更大的 但是你的技術已經在了 台灣情侶不一樣 台灣是 我們原來都沒有技術 所以我們技術也是回家的移植的 我們看這個問題 其實也都是用 經濟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那個比較貴 剛剛有個字 我講 那我們就要 發很多的時間 就來講 其實德國一開始 那個費用是5萬錢 你入大了 你太多了 但是 但是這裡面的Argue就是說 當你的動心企業 你的COVID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技術發展的方向 就會被你扭曲 或被你調整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價值跟科技等 這個發展是有密切相關的 什麼樣的東西是價值 當你care人的時候 你會想辦法降低 此人的負擔 所以對我來講 你說你是缺人 缺人就是缺爆竿的人 缺土地就是不要錢的土地 還有缺什麼 缺水就是也是很便宜的水 還有缺工 缺 缺電 也是很便宜的電 剛剛已經講了 缺電電 所以這個思維模式 你會發現它形成一個 台灣很重要的主流 這個主流本身 事實上在所有的 不管是哪一個正檔 是正檔以後 只要有這一群人 跟他講說我們有四缺 或是五缺 它就pe 這也是本身背後 我們在了解這些問題 對整個科技本身 它跟你的核心價值 這個密切相關的 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點 當你看到什麼 我們重要的經濟重症 或者重要的能源重症 它就沒有辦法大幅往前走 它事實上就會被硬直度的綁架 被目前的經濟結構綁架 所以這是量產的經濟結構 我剛剛已經談過 這樣的量產經濟結構 它當然缺人 當然缺電 所以這部分的Value本身 你如果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經濟結構 會造成你在能源政策上的 非常的困難 往前走 而且事實上是會造成惡性循環 對不對 你只要有點沒有斷錢 今天怎麼反彈就來 大概要花那麼多錢 如果你今天沒有撐下去 至少就有反彈 過來 那這個是一個 我剛剛取得是 風車跟大賣力 那我想那個誰 會得他也很清楚 就是說其實這些國家 OECD這些國家 或是比較北方這些國家 當時放碳稅 那德國那時候我去參觀 IAS 他flex 都上司你認識 他就講 他們是不是在談 碳稅的攻擊性物 抽碳稅 事實上是 他們認為大產業 事實上負擔的不夠重 所以老百姓他負擔的反應要 所以他們嘗試 能不能夠把碳稅的部分 重新退錢給個人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精緻的 所有精緻的這個論述當中 他們這個 整個他的核心價值 是在於對人的尊重 對人本 對公平本身 對正義本身的 這個 就當作他一個核心 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來建立他的這個產業 所以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剛剛有提到 稍微回應一下就是說 環境優於經濟發展 就是說 一個比較 長期來講 最後一分鐘 長期講 怎麼樣的經濟模式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那些人 你到歐洲去 覺得他們一天到我們在喝咖啡 一天到我們在聊天 沒事就坐在街旁邊喝咖啡 然後你去上班的話 到處到咖啡店 我前陣子當 跟 我部裡面去參觀 整個歐洲的幾個重要 包括政府部門 或者一些大的公司 你走到那裡去 都看到很舒服的沙發 那 那我就PO了 一張圖給我 一些同事 他說 上班怎麼可以這麼舒服 就我們的理由選 你也不敢去做 你心裡的情種去控制你 可是 那樣的一個方式 跟那樣的生活方式 如果他只是 這些人全部只是在做 線上的這種非常 就是叫做 大量生產的勞工的話 你當然你的生產力就很大 可是 你它生產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新的技術跟放心 所以其實我像 底下要問的是說 創新的藥物件是什麼 我們其實都講到 創新的藥物件是什麼 創新的藥物件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不是 最重要 我們通常會強調說 我們要最聰明的人 對不對 還有就是 我們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被你一刷以後 大部分都不聰明 靠美國聰明的比較多 聰明之後到美國去找聰明的人 對不對 很重要的創新 它背後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很重要的 你的核心的價值 在這裡面 會讓你 碰到困難的時候 比如說剛剛有很多的假新聞 你不相信它 不是因為你覺得 你的知識夠 而是說 就算那些新聞 就算太陽板 或者是這些有問題 你也會找到另外一個 審路前去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 你放掉 污染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危險的 這個能源 所以假新聞 就算有 你也一趟一臉 你就算知識不見得清楚 你也會同樣這樣 因為那不是你要去的地方 就是道不同 不相容的地方 所以在這一點其實 也許我們在台灣 在這個地方 討論就是說 我們今天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個 政治幫助 還在不斷地強調 就是拼金劑 你們看 就是我們台灣的共識 其實非常大 就是藍綠的共識 非常大 就是拼金劑 那拼金劑其實在目前來講 如果還是形成一個 台灣的整個 經濟的結構 然後 也沒有辦法去 把一些真的恆心的價格 帶到什麼恆心的發展 帶到什麼產業的發展 那能源本身它推動起來 就如同所有它 其他 所謂的進步的一些 所謂的一些產業 那它也會很難去生生 我大概想到這裡 就 OK 我還是用藥十五分鐘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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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 科學家 可是給我們帶來 非常多 歷史人文視角的 一些發展 那 我想還是讓你們 回到一個最初的原點 就是我們到底究竟 想要一個怎樣的台灣 我們對於人的價值 到底是怎樣看待的 那這種種的轉型 好我們就是要接著就是我們 今天的壓軸重頭戲 就是 風險中心 歷史三年 要常常推出的這個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 交給周教授 那各位有任何的問題 都在周教授報告之後 我們再以第一題去討論 謝謝大家 我對我們中心的蓋 呼籲一個任務 我們中間二十幾個人 所以我常常我們 要讓他們怎麼去做 要把他們壓榨 我們裡面做研究 寫Paybook 爭取計畫 還是讓他們創新空間 這我心裡常常很矛盾 當然要有一些策略 我們精神我們中間的COVID 那開個玩笑 因為今天這個場就是在 剛剛那個 被解體的那個假新聞 就是說 會對幾個人在身邊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社會學習曲線 比如說我們啟動了 這個社會學習曲線 比如說等臉轉型 一定會受到不同意見的攻擊 那當然如果你是假新聞 惡意攻擊 那在這個社會學習曲線裡面 怎麼快速去defense 那第二個就是 剛剛這個文聰教授談的這個 我連結他的東西說 假如我們拼經濟 還在這個舊的這個 這個核色經濟 舊的補缺這種拼經濟的模型 台灣哪有地方 沒有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 除了會講發大卡那個 除了會講那個 要跟蔡英文挑戰的那個 還有蔡英文本身 到底他們的經濟想法是什麼 不能一天到晚談 企業線五缺 我們就要解決五缺 那個是一個實務性的現狀的問題 但那個問題要透過很多制度 很多政策 很多新的價值來建構 台灣才有希望 台灣在東亞才有希望 台灣在全球才有希望 所以這個Social Learning Curve 如果它的拼經濟 是一種創新形式的拼經濟 它背後就會連結到 剛剛文聰所講的那個 call value 這個就是很重要 整個台灣在整個 Social Learning Curve裡面 如果沒有往前瞻的那個 call value去行錯的話 還挺有在救的那個call value 就是很困難 那我們社會哥也剛才講說 那什麼事情在救的call value the past dependency 的入侵應該 什麼是把台灣鎖定在原來的 這個核色經濟 核色裡面的call value 還在那邊辯論 那我再講一次 我覺得那樣的辯論是會有的 但它真的不是重點 我老實講我覺得蠻無聊的 蠻無聊的 所以這是 那剛剛也特別從人機協作 那個就是touch 為了以前的這個自動機器生產 就是人跟機器完全不結合 那現在進步說人機可以再互相互動的人 那當然這樣的這個敏感性的 就是說機器敏感性的這個研發非常不錯 我想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突破 那這也是以人為本 或說以人安全為本的這種生產線 而不是說這個 各位還記得 前上兩個禮拜 也是在遺膽的樣子 我記得 有幾位工人 他們去清那種很危險的化學草 結果沒有帶防護衣 一個人掉下去了 另外兩個人要救他 全部掉下去 立刻就滾死了 那就是整個台灣的公安文化 也沒有以人為本 大家都是便宜行事 所以這個八包關掉APP 八包補優 就是說台灣背後 其實有這種不安全的文化 那這些八包如果說我們要進行這些東西 就真的要有一個很強的控制 就是說我們真的要很重視 我們是一個社會民主的國家 我們很重視哪一個武漢師 從這樣出發 所以我還是以這個回憑 因為要講這個其實蠻有點形式 講快一點 這句話應該是我講的 台灣的長期知識轉型 無論是政府治理產業社會 已經達到臨界 這個臨界點不轉換 我們就會產生系統性的風格 我們沒有到完全有信眾 那我們畢竟非常感謝 所以互方文教基金會 在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臺大團隊做了這樣的重演動機 我們做了這個東西 那剛剛我講的這個 這個德國氣候變遷諮詢委員會 這應該是德國氣候變遷諮詢委員會 那這樣已經出了這個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我們整合這個觀點 我們認為是能源長期 並行的就是社會轉型 我們會在11月12號 有一個正式的競爭會 希望對臺灣的朋友 有一些互相的幫助 好 那現在還是概念上就是說 氣候變遷造成不斷即將天然災害 或是什麼 或是資源危機 這些的環境災害 這個就是一個系統性的東西 那其實你忽略這些系統進風田 你延伸到製造 你延伸到我們剛剛講的智慧電網 在能源轉型都會產生系統的奇跡 所以臺灣過去的結構性的鎖鏈 就是臺灣高碳經濟 臺灣的核色經濟 我們是煤炭消費大國 現在大家在炒的時候說要減煤 那在這個轉型過程要多快速 那工業部門耗能非常嚴重 我們都有數據 我們能源價格低減跟不合理 我們高度的核能風險 還在辯論 我們在生能源推重成效差 這個是很有趣的問題 2009 其實臺灣能通過 在生能源發展條例 其實我們也有FIT的系統 就是存夠分率的系統 可是我們推的是比日本還滿 那聽說在日本要做一個檢頭 帶一張好像只要兩天 臺灣好像要表達兩個月 那核色經濟代價就是 大概可以看到隱藏的能源成本 那隱藏的能源成本 那隱藏的能源成本 根據我們同意就是說 佔臺灣GDP的有法 那這個是精算出來的數據 所以如果臺灣還是在這個能源成本 這個環境成本快度化 隱藏這些能源成本 其實會產生 我們剛剛其實上面都講過 那轉型支窗 當然我建議你們架構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在空屋 新電力市場行做 邊涯修正的時候 有產生問題 那所以我們有幾個政策建議 那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講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就是我們記者會 或是說我們出版的時候 我們有載藥版 我們有全文版 不請大家下來看 那參與能源治理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臺灣其實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整個能源轉型的政策沒有去變化 雖然已經啟動了能源轉型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主政者 並沒有把能源轉型 當然施政商前天宣誓說 要加快跟加大太陽能板的速度 可是這個不是只有加快它 你整個政策裡面怎麼讓你看 能源的主流 讓能源變成一個主流化 第二個我們的社會缺乏民眾的共識 缺乏民眾的共識 沒有covalu 沒有很強的 driving force 實際上你要推動各個部門 包括產業的投入這個東西 第三個就是整個社會學習曲線 產生問題 包括我們前面談的能源數量都很低 就是從永續能源基金會到前年底 到我們去年的調查 到今年年二到六七月的調查 基本上就是同樣的一個問題 那社會選舉許建丁也會讓大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能源轉型跟減碳其實會驅動新的產業模式 新的經濟模式 新的社會模式 這個架構如果沒有做的話其實就是 所以我們在政策的主流參與是自己革新 我認為 第一個我們台灣要有很強的氣候行動力 這個氣候行動力不能只交給一個能源辦 各位知道食安辦現在的功能 是因為食安辦除了我們許虎 導致去當主任之外 食安辦有一位很重要的people person 就是曾經中先生 那他是非常深受蔡英文的賞識 所以背後有很強的政治力量推動 所以食安辦到目前時期可以去整合 食安辦在上一屆政務的時候 其實我的了解是會不會 還是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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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台大教授出任的 出任的 那他現在到楊明去當院長 那這裡面有很多政治的影響站 還有很多能力 所以我認為台灣應該有很強的氣候行動力 從總統 因為有行政職權 從行政院長到各部會的首長 次長 到地方的政務 都必須要很強的這個一個連結 從政策宣示到地方的支持 那如果丟給能檢辦 其實能檢辦應該要辦人類 是食安辦目前的功能 可是他沒有辦法把握手 這有很多太多的依存 所以我剛剛露了一個東西 就是政委 我們的政委 有負責能源的政委 聽說有兩位 但是都沒有出來跟大眾講能源長期的東西 這都躲在那邊 所以如果整個政治意志的強度 有一個很強的氣候行動內閣的話 這個就非常重要 就剛剛講 行政院長到政府 到各部會的首長 次長 到地方的政府去 其實有點長 第二個 台灣是不是要考慮類似UK 成立一個氣候變遷諮詢委員 他是一個獨立諮詢委員會 他一旦做成決議跟review政府的作用的時候 出來就有一個政治的效率 行政部門必須要去執行 否則就違法 或違反這個 那這個是會變解決議 第三個就是說 台灣除了文管法需要再修法之外 因為已經205到現在 台灣是不是要針對這個 因為我們在中原地域的那個報告 比如說深入檢害政法 就有建議是說 台灣陸軍要不要奠定氣候變遷法 重新去框 檢管 因為無管法也是在處理檢管 那調適這個部分 還是調適這個部分 就是用目前無管法其中裡面的一個條文 然後跟各個相關 國土計畫法 施定法 什麼什麼這些法 去處理 我覺得台灣要重新去重整這個東西 那包括能源稅 所以我還覺得是說 這個是基本上台灣現在要重視的 文明體制跟法規上面 那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很強的 西洋行動媒體 每天還在談那個天競技 當然當行政理長也很忙 一下要放在這樣的橋段了 也要趕快處理 危機處 這個任何國家 可是這個常態的體制以下 要怎麼去架構 過去談能源事法 過去有不是計劃怎樣 過去有能源稅法 過去有再生能源 過去有能源管理法 現在是不是要體質具體 這都是十年前它都是十年前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在參與性能源制 那地方的互選就很重要 因為參與性 OK 那我們下一個是 就是我們地方的能源制 那各位知道台灣的這個地方政府 基本上是還蠻弱勢的 還蠻弱勢的 所以這個跟地方政府的這個 就是地方的制也有關係 但是這個地方怎麼讓地方的政府 在這個產電跟節電上面都有所做 其實你可以這樣子做 台灣有比較成功的案例 過去在新北市跟平南 在節電上面做了很多東西 那因為政黨的競爭關係 政任主政黨 你看朱立榮先生在的時候 做了節電 那因為朱立榮先生先生做市場的時候 他有一位後來一位護士長 就葉惠欽 葉惠欽他以前當過農業局長 所以他非常知道這個蠻有的 所以他在這個部方的監督上 其實做的蠻多地方付權 包括叫社區付權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可以學習的曲線 然後下一個就是建立永續市場 我們有六個方格 六個組合 現在是第三個 那永續市場我覺得 在我們電業法修正的時候 我們能源舉的這個同能 才很清楚的一句話 就是要還電營運 還產電營運 還解電營運 那這個東西怎麼去進行 那世界各國 如果像鮑娃米聰老師剛剛講的那個 丹麥那例子 那是一個從社會鑲嵌 從社區民主 從這個發展出來的東西 那各位知道 社區這個公民電廠或社區電廠 是臺灣現在如果不可以再進行 經濟部在前幾個月就補助了 19加21的這個地方公民電廠這個見識 那不設施各區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臺灣因為現在急速在發展 可能也是需要是這樣子 就大廠進來投資 擴建這個在這方面 這個也是不可謂的 不過世界上各國都會出現 因為大廠進來 然後就會產生社會抗爭 像我們兩年前找了日本一位同仁 那個職業會在跟他建議 就是他就在講 日本有很多地方 會抗拒這些大型發電廠進來 他們只是一定要做自己設施 所以這個是一個需要調整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個重量 那確立工業節能優先 那工業節能優先當然要很多機制 包括我們講的能源價格 包括我們講的能源稅的機制 包括我們的碳交易 我們上一次在這邊在談 有一個沙羅文基地在談 所謂的碳定價的問題 那碳定價就包含 臺灣是不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碳交易系統 然後另外一個是能源稅的系統 所以這是碳定價在國際上驅動的 那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產業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 我們產業會被問到 你第一個為什麼你有沒有太介入 第二個你有沒有做介入 如果你這兩個有做的話 都是不符合國際規範 也不符合地球友善 一般就不會分離 各位可以想想想 過去還講說那你用銅工 全球消費者就抵制 那最新的消息 也不是最新的 就是聯合國的高級的研究員 他最近就在講 跟我上次在這邊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德國的前國幫部長 現在當為歐盟的主席 就是烏帥國會外 他就是在講說 歐盟要加快減碳的期程 要從30期 2035的時候 他上次已經搭高到20期 我一直在講說 歐盟一旦變成它的指令 變成它的規範的時候 力道會比COPTENV1還強 COPTENV1是國際規範 大家就想做回來的 誰先簡單 他一旦變成歐盟的政策 跟規範的時候 你就不等不怕了 或是進步到他們的市場 那我2005的時候 我在上我們國發所的斷班的時候 我們就有DateQ的處長 他說老師你講 這你都整個年紀念 你擔心 我們企業跑得比政府還快 我們每天盯著歐盟的Loss指令 我們不做 我們產品進不去 我要講的就是 這是一個現實 那台灣大家一直在講 要做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大家的認同 剛剛就是這個COVID 我就覺得就是非常多 大家還是認為把減碳 把能源稅 把溫室氣體這些 都是環境問題 所以我剛剛的一點還沒有講 我們現在把減碳跟調數 全部都丟環境 本來調數還在國發會 以前的經驗會 現在全部丟了環保署 環保署就是一個處理 一個科在處理 那天衛院老師 他一直在韓正理裡面講 他說現在在檢探只有一個科 兩三隻小馬 對我們要去求證好 那怎麼推得到 你把它視為是環境問題 也沒關係 只有兩個人你在治理 重點是說這些東西 就我剛剛講 全球的趨勢 有兩個上位的趨勢 一個是AIoT 一個是減碳 我們台灣只重視AIoT 沒有把減碳視為 是新的未來產業的模式 這個影響非常厲害 他又把它視為是環保問題 這幾分間 所以我要冷靜 OK 所以這就很重要 好 那下一個就是外部成本內部化 那這就一樣 能源稅的問題 這個要執行 然後這個 碳交易的問題要執行 然後呢 成本效益要加入外部成本 無論是政府的重大計劃 或是我們的預設公民的賬 這也變成要變成一個COVID 這個都是要執行的 他背後需要民眾的共識 那政府的同仁 你老實講 你如果了解政府同仁 他們你真的是很累 也做得很辛苦 但是那個方向如果不對 大家就是在那邊轉 大家就是在那邊轉 那當我們過去的政黨候選 都要去先拜訪台宿 要去拜訪 要去處理股圈 我還記得 當當行政院講的時候 就是先去拜訪企業界 然後就說 好 我們又要多先去股圈 如果這樣政府的discourse 而且最高層discourse 還在這邊圍繞的話 他的語言的胡麻在那邊圍繞的話 當然不會形成COVID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決策者真的眼睛要 眼光要慘一點 因為你也 那當然媒體非常重要 媒體這時候要趕快出來 計劃說 賴院長錯了 賴院長的COVID其實不夠 賴院長的COVID不夠 卻怎麼樣很好 其實我覺得媒體要辦得非常重要 OK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開啟綠化資本額 那就是 這比較多是金融的部分 包括產業部分 就是我們的金融業 現在有多少真的了解這個invest的重要性 那他有沒有簽訂所謂的赤道原則 就是針對一些黑類的產業 他不再給他的金融投資 那他有沒有要求 有沒有去要求產業簽PCFD 這都很重要 那我們的類主權基金 對於這種重大的比較耗擬產業 我們也不應該要求投資 所以我們台大基督行動社的同學 還是要求我們新校賞 那個競選的時候 有必要他 台灣的 台大的資金應該要測試 測試中 繼續追 趕快追 這個我講話負責任 我們台大 對不起 我們台大第一個太陽能板 是慶領自己花錢的 第二個太陽能板 是空氣在做的 我們的這個 有一個鎖 這是什麼鎖 我現在忘了放過 現在我們國發鎖 是已經太陽能板裝上去 還沒通電了 排碳真的很多 全世界的大學都在講碳中和 2030年大學都不要有這個排碳 都是要濾電的 排碳到現在只有三次 待會大家多努力一點 OK 讓我們絕對不要太低端 OK 所以大概 一個是銀行業 在這個部分 一個是產業 或是銀行 產業有沒有去簽碳揭露 有沒有去Follow國際的 Science-based的減碳驗證 有沒有參加國際的減碳 或是宣示低碳能源的主持 這個都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的企業 如果說要去打亞洲杯 要打全球杯 這些入耳你不參加的話 其實你就是沒有機會 有花一個錢 你要拿到全球市場 到全球的Social Trust 這都有問題 那我想我們 這是後面 我們的整個報告後面的六個建議 那前面就是有一些解剖性的分析 那我還是覺得 的確是要回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Pameli 然後一個就是今天談的核心價值 怎麼會是從我們台灣下一個世代 要去創造台灣未來三十年到五十年 正當21005的核心的理念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牽涉到 我們現在遇到這樣一個問題 生產生態跟生物 我們重新怎麼面對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重新要來重新試探 或者我們會教育 教育教育 那就 報告到了 大家謝謝 謝謝 這個報告應該是 我們未來應該要大家更加相信 朋友的 裡面有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提示跟指定 那接下來就把時間開放給各位 不知道大家聽了三位 年人跟周老師的報告之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提問 登宗的小影片 剛剛可能沒有播到 那我們先播完以後 可能再開放題 我可以嗎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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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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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媒體能不能做更多的這些東西 我認為是絕望的 好不好 能不能以人為本 我們是應該以人為本 是 我們是應該以人為本 可是所有的 它剛好就是一個 一個需要一個整個改變的 比方說 我們在談政治改變 談政治形態 我們就回想台灣的政治發展 其實我們是一步一步來的嗎 還是我們其實中間有一個巨變 然後我們就突然很快 我覺得台灣很多東西 是在短時間 被迫很快速的成長 我們被迫很快速的成長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素養很難形成 然後我們大家就在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被逼迫的要快速的去長大 我記得我那時候 研究所寫論文的時候 我在台南企業所念的研究所 我寫論文的時候 我談的是台灣的媒體的一個生態 結果我去問了所有的 我去做網談的時候 所有人都告訴我說 台灣是個特例 台灣的媒體信仰是個特例 你不能夠拿哪一個國家 你不能夠拿英國的例子 拿美國的例子 來套在台灣的媒體上面 第一個台灣的那個市場很小 所以一個改變就會變很大的改變 然後台灣又被迫在很短期裡頭 去做很大的改變 我們沒有一個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被迫很快速的成長 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 像當時因為一個社區的需要 所以我們慢慢以社區的需要 需求來架構那個社區的能源的需要 不要其他大的電廠進來 完全由社區這樣來形成 顯然是來不及 因為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又跟整個世界的減碳的這個迫切性 跟氣候變遷急劇的改變 加在一塊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可以獨立於整個國際上的 氣候變遷的要求 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慢慢的來形作 一個以社區為本 為開始這樣的一個發展的能源情況 可是我們碰到這樣一個 我們用內憂外患來算嗎 用內憂外患來說的話 我們被迫很快速的長大 我們被迫很快速長大的時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都做 有大的投資進來 所以我們也有大的離岸的工業在做 可是我們也鼓勵社區 去發展社區型的這種能源的一個系統 因為我們會面臨到 當有天災的時候 區域它必須要自己的這個應變的方式 所以在新北 他們現在具有幾個社區 當時在我記得是在烏來 烏來有一次颱風很大 烏來整個電力做了很大的這個損傷嘛 所以呢烏來現在它發展的就是 一個防災型的能源系統 所以我們變成是說 我們被要求 或者我們被迫在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我們必須要同時很快速的來應變 各種可能 我們需要整個全體性的電力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這裡頭需要大型的這個電力系統進來 可是我們也希望這個讓能源的這個權力 是下放到每一個人的身上的 所以我們也開展出一些 所謂的公民電廠 但是我們的法令還不夠周延 因為在國際上的法令裡頭 比方說像丹麥或像德國 它在這個公民電廠裡頭是有規範的 規範要有多少比例 是不能夠這個大電廠它 它自己佔了很大的股份的 這一定要有開放多少的這個電力出來 多少的這個股份出來 是給一般的人給公民的 那這個很大的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剛剛那個 袁教授沒有特別提到 當這個能源跟你有關的時候 比方說簡單說 丹麥的人說 當我沒有投資這個風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風車聲音正吵死 讓我晚上睡不著覺 可是當我投資了那個風車的聲音 我就覺得那是一鈔票的聲音 真是能要解的 能源就跟政治是一樣的 當能源系統能源制度 跟政治系統政治的這個制度的改變 當中央集權變成這個下放到全民的時候 能源也是一樣的情況 其實這個就是過去我們都完全感受 它跟我們無關 因為它就是高高在上有人去處理能源的問題 到現在這個再生能源的時代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接觸到這個能源的 同樣媒體也是一樣 過去只有三家電視臺 只有幾大報的時候 媒體我們是管不了的 媒體它說什麼就什麼 說實話我還蠻懷念那個年代的 以前只有三家電視臺 我跑北京新聞 我每次都開玩笑 當我六點鐘跟我的中式華式的朋友們 傳還問星的時候就沒事了 北京的新聞我們說了 雖然沒有其他人 可是現在不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只靠著媒體給我們訊息 我們自己本身也在製造一些訊息 所以在這樣的時候 媒體它很難去擔負著說 教育民眾的責任 沒有 它不要來困擾我們就好了 所以媒體你要需要媒體 你傳播正確的能源訊息嗎 我覺得我是不存這種期待的 反倒是說 現在我們在談媒體素養的時候 其實我們談到是月因人的責任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媒體 當我們使用媒體的時候 我們本身就是一個媒體 所以我們就必須說 我們自己怎樣來製造一些 或是使用一些它是正確的訊息 產生一些有意義價值的一些文本 一些訊息文本 另外就是說改變媒體其實也靠我們 也靠月經人 因為只有你不收看這個電視 不用那個媒體 它就沒有辦法存活 因為它靠的就是點閱率 靠的就是收視率 所以改變的是在月經人這一段 可是這個是需要教育的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覺得我們改變不了它 但是我跟你說 遙控器在你手上 當你轉牌你就改變了它 可是我經常開玩笑 我以前演講的就是說 我們都是邊看邊罵 邊罵又邊看 因為我們的個性裡頭 我們的天性裡頭 有一頁偷歸 有一頁八怪的這種成分在那邊 即便它好八怪 好這個 很動 但我們還是想偷看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很大部分是在看 還是在我們月經人這一段 我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媒體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能不能以人為本嗎 那這個我平常心說 我覺得它要時間 它不是現在我們說 我們要以人而動 所有東西都能以人為本 我經常說很多時候 它需要一個時間 然後當然 政府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政策上 沒有這樣的一個引領的時候 以人為本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在我們的社會裡頭就會更慢 我先補充到這兒 謝謝 我完全同意台灣是一個 就有些天空這樣子來講 不管是無所謂 是這些環境的保護 我們三個以後都來講 我們是快速成長 如果以時間scam 我們事實上的問題 大概是大概 三個到四個 我們選舉 我剛剛算一下 選了好多次的送信 從1996年第一次選舉 都能直接選舉 然後到現在 我們並沒有因為 選舉直接產生的 有商 沒有瓦 這在所有民主國家的發展裡面 就是通過選舉的真是 是一個人的襲擊 當然我們自己也不滿意 我們選出來的結果 我們也很快的洗心厭舊 或者很快的看透 被選上的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說我覺得在台灣的整個政治發展當中 你如果拉開一個角度來看 你先忽略掉那個timescape 就是說它基本上發展出來的 今天的成果 在今天我們用台灣比較短的來看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你開始得到所謂的主權 自由跟政治 政治上的自由 跟政治上的主權 政治上你可以去投票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人權 還有我們也加上我們的健保 那是它這幾年的開始 我們開始注重 就是所謂的公平正義在 在真正的社會裡面 這是第二種 第二種其實在社會民主權利裡面 非常重要的這個部分 公平正義的部分 所以從台灣這個人上來看 你會發現說 我們發現 本來很多很單一的 這個進步的一些價值 它彼此是接換成的衝突 對 那這個現象其實是展現在 比如說就算在環境裡面 同樣是代管疫情 環境的概念疫情 環境單一只要把核四廢了 我們就開始 覺得好像已經完成了很重要的任務 可是你發現不是 核四廢了以後才是你真正的 這個進步價值只能落實的開始 比如說你發現 風車本來是進步的象徵 後來變成是 我們很吵的這個 這個鄰居 那怎麼辦 就好像好不容易把風車碰到離岸 結果發現它又危害了 那個 就是生炭 那我用天然氣 結果它要找交付 又要通過 那這個剛好 這是在目前在歐洲 德國其實都面臨這個問題 我剛剛舉個例子 就是 我沒有時間講完 就是歐洲 尤其德國後來後進 它是 它路上的風機當然是 以丹麥 來 不算上下 可是它的那個 一樣的風機 它事實上跑得比較快 它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北海的空間 它為了保護北海這個海岸 如果你看一下它的故事 所以它開始發展這個離岸 離海岸大概二三十公里 比較不會妨礙的 離海岸二三十公里 本身你事實上一定程度保護 海岸 海岸線的這個生態環境 可是你的技術 就比較高 你必須要 那個 那個風車碰它就必須要做比較深 那在這個過程 你就必須發展新的技術去克服 你要做的比較大 對 那這些東西都是一個新的技術 所以它把重工業 把整個 Moduction chain 就放到那個整個 整個海邊去港裡面 那 其實我們本來是在台東 是在哪裡 海東 在彰化的兵器 在海邊也要建立一個 這樣的一個 的大陸全 好 那當然也會面對到說 是不是會有 猴咬過去以後 被 被 這個多的討論在生態上 這是道路的全文詞 如果你到德國去 你還是可以聽到說 我自己去朋友 他還會抱怨 你看到處都是 視覺污染 對不對 他不覺得 他視覺進步 他視覺污染 那還是會有聲音 因為通過的話 當然他土地比較大 所以他做的比較路上風車 但台灣跑者的去相當快 台灣其實沒有 進最大為一要拔蓋的路上風車 因為台灣的這個地這麼小 然後人 路都非常熟密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 就是考驗我們 如果去實踐進步價值 那這個實踐進步價值 類似像這樣的 think tank 他就必須有 不是全影跟全書的概念 他就必須要 不是完全輸出道路的概念 以前的話 就是我用絕食來追求我的 最好的影響 但是那個 policy 它不是 supported by the knowledge 不是被 knowledge 就是被知識本身去 所以你的很多具體的做法 具體的政策 你可能發現說 他做的不好 是不是因為他的道德 他是變心的 其實在這裡面 其實顯示在台灣 就是在現在的公共動設有複雜性 他在跨越 同時必須考慮到技術 不能只考慮到技術的 同時必須考慮到 你的社會 跟生態 跟所有的關係 所以我要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說 台灣其實已經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說 公民社會去面對 複雜 有可能有一些核心價值 互相充足的地方 我們必須找出自己的 compromise 就是互相妥協的 那一堂物理出去 那一堂物理 要達到這個狗協 你必須要透過溝通 必須要透過一定程度 在前次階段的時候 你就要相當多的平等溝通 而不是用傳統的好受問題 誰是進入價值的人 他掌權以後 好像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這也不對 當然就是現在其實 我們就面臨在這個 challenge 所以 我覺得反而這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機會 有衝突 就讓我們來看 我要怎麼樣做 那這個基本的 COVID不變 你不會把它抵折掉 你說人的部分 你不會抵折掉 所以它會產生一定的張力 可是張力會 會驅動你這個社會 去尋找新的解方 那這個解方 絕對不是一個單綠的解方 它是一個複惡型的解方 那我想在一個現代的社會裡面 就是說 雖然現代的就是代表進入吧 就是說 在台灣最合適的社會 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去的 所以我也很高興說 可以看到拉到政治上來看 你的藍綠的分也越來越模糊 對不對 不管你突然後來有白色或是什麼 你就必須挑戰 但不是你的意識形態跟道德而已 必須要挑戰你自己在實踐面 在政策面的 基本的立場 跟你的知識的本身的厚度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應該有很大的空間 就是 供應自己去參與 這個大概是簡單 對剛剛第一位跟第二位的回覆 你勢必要 不會面對到很多 很多的這方面的痛苦 那我是比較期待 在國民社會裡面 有一個智庫產生 因為這個智庫提供基本的資料 你說基本提供的資料 百分之十 百分之幾的 這個 外務成本 這些東西 其實都在一個地方出來 那 那要投資進去 就是說 這個社會要投資於知識 這些基本上不上去 政府要投資於知識 只有建立在這樣的一個 一些知識底下 我們可以去做比較好 有效的對話 我想這是一個牌子 其他我當然有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觀點 比如在旁邊 我們如果可以到十點四處投分的話 簡單的回答其實就是說 包括第一個問題 能源轉型社會轉型 第三個問題 我們這樣做風車 是不是用咳攝的模式去被動力 我覺得這還是回到你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1990年 在臺灣緊張卡洛克的生產模式的狀態以下 1987年7月12日前 然後臺灣那時候在爭取的是政治權 社會權跟環境權 其實你看這都很基本的權利 爭取了這一二十年過來 其實大概也會帶來 而遲料以下的權利 那可是整個產業經濟跟全球的轉型模式 完全變 完全變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就回到我剛剛講 比如說 如果我們的治理跟產業跟社會轉型 還持續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有能力 所以現在遇到的 包含發展綠店所遇到的生產 跟生態跟生活 這個新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深思的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架構就是因為我們能力 可能辭職 所以如果的確是說 我們要這個去 你如果比如說邱文彥老師 他當過環報師的副署長 他現在廠場在談 我們的離岸工店其實很多 技術的科學沒有做 例如說對海洋生態的調查 對文化資產導化底下的一些文資的調查 這些都沒做 就要做這個 第二個縣市長就是說 如果德國是三十公園做風機 我們現在只有在三公園以外做風機 這也考慮到台灣要去堅持這個風險跟成本 所以有非常多縣市長 那我要講還是回答 就是說 因為我們辭職的能力很準確 所以我們社會的學習曲線拉出來來看 所以現在一定會遇到很多衝突 那現實上就是這樣子 現在在德國或在 我們2010年跟澳洲朋友請他來談 他就在講說澳洲朋友 就是Sociality System Winpower 這黨就存在 任何國家都在 所以這樣的社會學習曲線就是 必須要在這裡找到一個convignment 我們不可能慢慢來 就是說從我們現在的減碳期程 因為台灣的綠能 起得來起不來 牽涉到我們減碳期程 牽涉到我們減碳期程 那有的朋友會建議說 核能不能廢 因為核能對減碳很重要 這在國際上也有這樣的關係 可是台灣比較特殊 因為台灣的核能的爭議 除了政治爭議以外 現實的科學爭議 譬如說抑震帶入 還有核能對減碳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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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核能對減碳期程 我想核能對減碳期程 就是核能對減碳期程 包括現在 侯友林 都沒有辦法放棄的重要原因 其實他們是國民黨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國民黨 這是現實的問題 台灣內部遇到核能的問題 就是遇到這兩個 沒辦法處理的問題 所以勢必就是說 這也要去重組 這個社會的共識 要非常強 但是我還是回到這個基本問題 如果綠能又是現在政策上 2020減了2% 2025減10% 2030減20% 甚至未來要減更多 綠能起步來說 減碳的東西沒辦法解決 還有就是國際市場 剛剛講的問題 所以台灣必須還是往這邊要驅動 那後續必須要補得 這個對於生態的 對於生產的 對於生活的這個維護跟 我想台灣民眾 就有很強的這幾個 還是回到環境權 社會權跟政治權 那各位知道 下一步會引發的 能源黨下一步會引發的 就是社會權 因為會有轉型的 能源品種的問題都會出現 這是什麼防範 除了現在大家在抗爭說 不要那個環境會變樣生態 這個就是在台灣社會神學院 這個東西不加速 沒有共識的話 遇到困難 如果現在去問鄭文森次長 他說他說他每天都在救火 他說他打擊好球帶非常少 現在一個一個解決 他那天在我們上次6月的 循環經濟的廠商 他有講說 他覺得社會共識 是很重要的現在的共產 那我記得聯合報之前在驅動這個 電影通通訪的時候 也有提到社會共識的原因 那你沒有社會共識 沒有社會學習 當然你們也虛然留意了 我們現在還是期待 不只是我們在學界 我們在環團在講這個 我們政府對社會共識 社會溝通其實是很弱的 真的是非常弱 那我們批頂班他們就不太高興 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社會的共識是必須是下一步 拉出社會學習 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前衛 以及前衛人的回饋 那不知道大家還沒有最後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要可以請在會議員 都各以一句話來幫我們今天做節目 好 那我們最後的舉手機會 好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還是 我的期待是有更多年輕人 為未來的 世代 站出來講話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以我現在一個快六十歲的人 然後來談我 後面可能還有二十年三十年 然後我去決定 我們這一世代的人 去決定後面的人的未來 這是不對的 所以 所以 年輕人應該為自己的未來 站出來講話 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在未來的 這個 能源的 不管是能源證明社會專輯 年輕人應該要站出來講話 不應該 老一輩的人 決定你的未來 謝謝 謝謝 我會覺得這個社會已經到來的階段是說 你必須嘗試 集體去討論 集體提出solution 然後 在這樣的一個 主動提出解決方案的過程當中 來找到這個社會的出入 我這樣講的原因是說 台灣現在因為你的公共政策上的複雜度 已經超過以前的 我只要站出來反對空氣污染 這樣就已經達到一個效果 相反 現在我們有這樣的自由的空間 我們需要是一個具體 在 不管是在政策上 不管是在科技上 或是在其他經濟上的一個具體的solution 那 我並不完全期待這個solution 是由政黨或是政府主動提出來的 以往我過程是要求政府做什麼 相反的一個MGO 或者是一個公民社會 或者是在學術界裡面 它形成了一個類似 像是公民智庫這個概念 在這樣的平台裡面形成 這個也是類似這樣的公民智庫的概念 這樣的一個公民社會 它會對知識有興趣 對結構的思考有興趣 對一個現象發生的深層的原因有興趣 它才有辦法去遵促這個政府 或者其他的政治人物 提出一個長期的解決之道 如果這個社會在自己不先upgrade的話 我想這個東西就是會有一個循環 我們剛剛已經點我們的櫃田兄 已經點了好幾個政治上的 或是政黨上的圈子 所以這個部分我反而覺得是一個 我們在關心這個社會 一個很值得期待 而且我覺得非常excited的一個方向 那也相對於其他國家的過程 我想我們在這個地方 還有蠻大的一個進步的空間 所以這樣子 我們1990年代 我剛剛講的這個政治權 環境權和社會權 要加一個未來時代權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作為 都會影響到未來時代 那各位算一算 因為這邊可能有蠻多年輕的朋友 你的小孩子可能是現在2歲到5歲 甚至10歲 所以像你剛剛到205年的時候 如果真的地球災難發生的時候 你的小孩子幾歲 上次剛好就是在那個 國際文化學院那個300來的場合 大概有蠻多比例的小孩子 大概就是在10歲左右以下 有的是已經大學 2030年他們可能是 他們人生最精華在這個 大概30幾歲 或者是甚至至幾歲 所以未來時代權 勢必是需要拉出來 那這也是一個口味 如果過去我們爭取政治權 社會權到環境權 未來時代權是一定要構造的 那所以要去處理未來時代權 當然就是需要口味的產生 需要社會的共識 社會集體討論 拿出這個社會權權的曲線 所以我畫的那一章譜 意思是說如果我們社會權權的曲線 還是在核設經濟的架構之下 或是從我們低碳的經濟的架構之下 我們落差越來越大 那我們是一個外銷圍倒向的經濟的霸併 跟國家 這一塊如果沒有的話 讓我們未來的價格 也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社會轉型跟能源轉型 還有世代的權力 一定是要掛聯在一起的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的確啦 不會只要期待政府去做這件事 我幾次跟高志銘先生 大家知道意媒的東西 他關心臺灣環境市場的三五十年 他每次就說 你們說的都不好啦 政府不可能做你們這裡要說的事情 他每次都講這一句話 這是事實 那我們的政府為什麼會帶過成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前進的價值 各位想想看 民進黨在1990年代 社會權 政治權利益 都是有最前進的價值 為什麼他們曾起而死 現在會被很多年輕人拋棄 去年底就大拋棄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聽到發大財 要趕快轉向支持發大財 現在大概很多年輕人都支持蔡總統回來 但是這個還是一個維持 所以我覺得要去抓住 台灣的未來的發展 正式人物一定要用前瞻的概念來看 要用前瞻的概念 我也是一直主張 我也對高層做了幾件 台灣已經要有獨立的研究機庫 我們現在的台經驗 台中驗 還有工行驗 其實都不夠不利 這個是一個現實上的問題 那怎麼樣去創造這樣的一個 公民機庫的平台 或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庫 這是需要大家的 那你有人 他就是在整個社會共識工程 社會學習區間的架構 那我認為台灣的人這麼聰明 不是做得到 真的不是做得到 只是大家沒有把這個期程拉出來 大家每天都在忙著救火 政府都在忙著救火 就不是把自己搞在這個裡面 這個是這麼聰明的老師 台大的老師這麼聰明去當政務官 還是在救火 除了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台灣 台灣的秘密是這樣子嗎 各位想想看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掌握我們下個世代 包括我們 2050年如果我還在的話 我已經很老了吧 當時如果有災難的時候 我第一個跑不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 那因為這是大概四年前 有一個台大秘密的教授 我說你最近在做什麼 我說我都在祖書的事情 我說什麼叫祖書 我雖然推動很多公共 真的因為想到我未來老了 而跑掉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整體的包裹要這樣來想 這樣來想 現在大家真的都有FB 所以年輕的朋友 還是把自己當一個 Driven Pulse 然後多去想一想未來的 會有希望的 會有希望的 謝謝 今天帶大家參與 今天我們學到指的關鍵字 就是說社會共識 然後還有未來世代權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今天晚上 就是一個起點 那我們未來風險中心 還有非常多的活動 或者是SDG 或是S 或是其他的討論 都歡迎大家來參與 那 我們也看到了前幾天 在紐約 一個瑞典上 Greta的怒吼 我相信也給 世界上所有的大人 我們這一個世代 都非常大的警訊 那也給未來的年輕人 我們就是要像他這樣 站出來 勇敢的對大人怒吼 我相信感應是有可能的 雖然我們的政府 政府從每次每一個黨 執政當選之後 第一個拜訪的董事 共產團體 宗教團圍圈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檢驗事蹟 當然我們再看看 下一個政權 是不是第一個 拜訪的還是共產團體 而不是一個 注重勞工權益 或者是注重未來 世代權益的一個行動 這是一個我們整個僑法 這樣 謝謝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我們的行動會 一直在持續下去 也繼續關心 臺灣風險中心的活動 非常謝謝大家 的臺灣